草原姓名國中的青少棒隊 跟龜山國小的少棒隊 五號晚間陸續反抵國門 他們代表台灣前往韓國 參與世界少棒聯盟亞太區的 次青少棒少棒錦標賽 兩隊都有奪冠軍 拿下亞太區的代表權 小朋友這次比賽表現得都不錯 在我們的投手方面 還有打擊方面 還有手臂 這次都表現得非常平均 非常突出 為台爭光 隊員們臉上都藏不住喜悅 兩支隊伍表現都相當亮眼 其中西名國中四戰全勝 而且一分未失 冠軍戰更與10比0大勝日本隊 而龜山國小 預賽時雖然輸給了地主韓國隊 但仍靠著堅強實力挺進決賽 最後成功復仇擊敗韓國隊 奪下冠軍 兩隊都會在今年8月前往美國 威廉波特以及密西根州參與世界賽 爭取世界冠軍